这个带着耳钉的酷哥不一般 他通过触摸电脑屏幕 就可以黑进学校资料库 展示技能后 他向老师发问 回答他们的 只是老师的邪魅一笑 这让天才班的学生很困惑 于是大家聚到一起讨论 这时候 酷哥又展示了他的技能 黑进了班主任帕先生的电脑 偷听他和校长的谈话 然而 校长却发现了他们 帕先生想要关掉电脑 却被校长制止了 他借此向大家解释了 天才班的由来 学校通过特殊声波 将他们的异能唤醒 还说他们会拥有光明的未来 这样的鼓舞让大家都激动起来 纷纷猜测自己的异能会是什么 这时 帕先生告诉大家 异能与本人的性格有关 这个眼睛妹好奇心中 所以他的异能是通过触摸物品 感知物品的过去 这个班长喜欢追求完美 所以他的异能就是可以迅速学会技能 可就在这一帮异能学生中 小屁和小呆却没能发现自己的异能 在大家聊天的时候 忽然来了三个校爸 他们把包丢给小呆保管后 就匆匆跑走了 小呆打开包发现是考试答案 正疑惑时 纪律主任走了过来 要求检查包 他们顿时紧张不已 但当主任打开包时 却发现答案不见了 于是小呆发现了自己的异能 是让物品消失掉 他兴奋的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异能 帕先生却说 他的异能有个大bug 就是不能把消失的东西变回来 小呆不服气的反驳 听帕先生说会造成严重后果时 依旧不以为意 却不料大麻烦真的来了 小爸来找他要那天的答案 可答案被小呆变没了 这么拿得出来 小爸一通威胁 放下狠话和最后期限后离开了 这件事情弄得小呆心神不宁 在训练异能的时候 他把帕先生的钱包变没了 面对老师的询问 他说出了原因 却不料 小爸因此受到了处罚 生气的再次来找小呆的麻烦 小呆失手 把小爸变没了 慌张地逃走了 上课时 听帕先生询问失踪同学的事情 他不敢说 没想到 耳不定酷哥直接调出了学校监控 说他就是凶手 面对帕先生的质疑 小呆慌乱地逃出了教室 小屁追了上去 此时 眼睛妹突然发现 自己被小呆弄丢的笔 又重新出现了 于是 小屁决定帮助小呆一起找回校爸 他们回到校爸消失的地方 小呆回想着找到那只笔的方法 忽然 一段乘风的记忆涌进脑海 原来 小呆和校爸以前就是好朋友 只是健忘的小呆忘记了 他大声的呼唤着 突然消失的校爸出现了 大家赶紧把他送去医务室 可等校爸康复后 却不记得想呆了